温币侠长相很漂亮,曾是销唐影坛美儿标志,靠着演技与颜值兼并的他闻名全国,神的广大群众们喜爱和追捧,特别是他出演的亮妹仔《听不了的爱》,《英雄蝶血》,《爱在深秋》,《封山房》等等影视剧。 更加让他巩固了圈内不可撼动的地位,此外在关注温币侠作品之外,大家还很关系他的感情生活,最要被受争议的就是至今不欢,1966年出生于香港的温币侠,有四个哥哥三个姐姐,他在家中排行最小,由于家境贫穷缺一小时,父母那时候一度想要把他卖掉, 好在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,为此只能咬牙埋怨自己无能,自己省吃减重。 还有另一点就是温币侠父亲是老兵,对待教育问题很严肃,久而久之世的温币侠很想早日摆脱束缚, 只是你又需要读书,又没有什么经济来源,只能把逃亡当作空谈。 1981年温币侠被心探发掘,入豪的演艺圈,凭借着无稀可及的完美形象,一举摘得最佳女演员奖。 随后姚约不断在读乎影视剧塑造经典角色,只是令人遗憾的是处于演艺事业巅峰之际却突然隐退, 其因就是结识了富山和祖光,两人相知相恋随后结为夫妻, 为了全身心照顾丈夫家人,也为了让丈夫没有控制之忧。 他甘愿放弃了多年导平不易得来的娱乐圈地位, 当外界都在感叹和赞誉事后又没挺成,温币侠其实已经怀孕了, 他要为何家传宗接待,只是算别离而已。 不过这条消息最后都已无稽而终,温币侠在婚后的多年里既没有付出,也没有孕育, 如今年过五十岁的温币侠至今未有生育,方间传闻, 他或者他有问其所以不育,让原本幸福无比的婚姻沾染些许遗憾。 在2001年为了弥补这个不完美,温币侠领养了一位孤儿, 自此以后更是把所有精力放在孩子身上,一时间网络上对于他的消息寥寥无几, 些些都被粉丝们遗忘了,而对于温币侠未生育的真实原因, 他也做了回应,称自己非常爱漂亮,不想因为怀孕破坏身材, 还有就是看过姐姐生孩子场面,十分辛苦又害怕渐血, 才最终选择了领养孩子。 如今的温币侠可谓是不老女神的代表,容颜仍是那么的迷人, 特别是一幅傲人的身躯很令人着迷, 从近期他晒的沙滩比基尼照片可以很好地看出来, 脸蛋重要,长腿更重要。 在他这个年龄段还有几位同龄人敢如此穿着, 除非你拥有很棒的极致身材,不然只会闹出笑话,不是吗? 啊